第2494集 九重仙节 宇宙各地 传来各种波动 生命禁区中的至尊在沉默 但是却也有惊人的眸光亮起 盯着这里 霸体组型无数的生灵哭号 他们的一位孤祖死了 漫长岁月前天下无敌 黑暗动乱时与黄道高手针锋相对 何其辉煌 可是现在却这样凄凉落幕 血染星河 霸邪足动中 有一股强大的波动在浩荡 有人要炸开天雨 腾空而上去杀叶凡 另一道没有情绪波动的声音响起 等 他已然是九重天 登峰造极 现在去还不如让他先渡劫 在最关键时刻出手 另一道没有情绪波动的声音响起 不会让他顺利渡过 这一刻天地大道规则混乱 化成了混沌 叶凡渡劫之地发生异常 有人干扰要改变九重仙节 同一时间另有黄道高手出手 发出宏大的道贺 化成天音浩荡而来 搅乱天节影响叶凡得道 因为许多感悟许多仙道烙印都蕴藏在雷阶中 他们不希望叶凡圆满 雷光暴动 不以至尊的意志为转移 京士大劫终于是到了 不曾改变 只是提前发生 这种劫太过可怕 威力无穷 几乎是刚一接触 叶凡就血肉横飞 白骨森森 差点被劈散掉 这是要圣体命的天法 古来罕见 叶凡并不惧怕 褶子蜜运转 浑身发光 机体转瞬 晶莹不朽 绽放热光 连元神也是如此 如一盏神灯定在那里 他的血气是无敌的 第一时间修复伤体 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生命禁区的至尊收手 冷眼旁观 静静的看着他的大劫 一些眸光很冷 他们心绪起伏 有人在思存 今日一定要灭杀叶凡 不然以后永远没有机会了 显然霸体主动中的人 必会持这种态度 大劫增强 天空中出现九座道观 宏伟无比 好然震撼 处在不同的方向 各邪一层天而来 最后叠在一起 生命禁区中有人叹气 九重仙节 脸色微变 九重仙节又名为九层天大节 古来总共只有几个人渡过 并不是所有黄道强者都见过 因人而异 显然他极度强大 九座道观古路沧桑 分立九重天上 每一座道观中都盘坐着一个生灵 俯视下方 他们或威严无比 或灵力如刀 或虚无缥缈 或模糊不可见 气质各不相同 九重天临时 九座道观镇压雷海 叶凡遭受了最可怕的攻击 第一个出手的人 一只大手千百种变化 一瞬间封死了他所有的路 杀势无敌 无穷演化 这竟然是斗战圣法 达到了出神入化之境 可以说能够再造先及了 将那种奥义演绎的淋漓尽致 叶凡变色 隐约间他知道遇上谁了 他尽所能抗衡 逆冲向天 要打进那座道观中 进行剥杀 另一边 一个道人眉心光芒大圣 元神发出了不朽的鲜光 化成仪寡神铺 向着他冲来 斩他元神 这是钳字密在发光 法道无疆 一念间可动星辰彼岸 斩身夺破 防不胜防 叶凡确信无疑 遇上了神话时代的九大天尊 他们的法语 倒化成了九重天 烙印下法身 在这里阻他前路 原来这就是九重仙节 是这九个人齐险 这比昔日出现大地还可怕 因为他们掌握有九密 代表了九个领域的极致 彼此间能够融合 一旦归一神党杀神 先党是先 他们不是孤立的 不是分散的 能够融炼为一体 这是惊世的 不经历这种劫难 难以想象九尊出世会多么可怕 被称为可怕的九重仙节 当得起这个名字 唯一让人庆幸的是 他们并没有站起身 一直都盘坐在道观中 不然的话就是 帝尊再生也得隐恨 必死 人力又穷尽时 一个人再强大 也不可能独抗神话时代的九大天尊 就是先也得发出 叶凡毫不保留 实力暴涨到极紧 即便浑身是血也不退缩 他浓密的黑发披散 修长强健的体魄 绽放宝灰 开始大战古尊 他们的实力竟随叶凡而扁 他越强 九人越强 总能与他持平 跟他一战 惊雷灭尸 九密分成 天地巨变 要化为开天时的初始战场 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 若是这样下去 得活活累死叶凡 不过他并非第一次这般被动 曾遇到过这种景象 当年战古九弟已有了经验 人是活的 天结是死的 有漏洞可循 他在九座道观间纵横 将是我道我都记了出来 叶凡没有压制境界 而是竭尽所能 将一身战力提升到了最绝点 屹立在大乘圣体将升华的那个临界点 他在检验几身道果 暗中有生命禁区中的存在皱眉 这是 那还是一个刚进入这一领域的后背吗 是大乘圣体再造风级的顶点 等若算是成道了 迈入到了那种最悬而又悬的境地中 至尊敌 只有这三个字可以解释 叶凡不会比他们弱多少 以可以力敌古代至尊 达到了人生最为辉煌的一个极点 再进一步 就是打破永恒 创造神迹了 生命禁区中有人惊叹 横跨两劫 第三劫也差点迈进去 前所未有 毛子中的光芒燃烧了起来 几乎不能坐视了 若是放任他成长下去 说不定他会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未来 而他们当中有些人注定要与叶凡对立 是仇敌 数百年前的黑暗动乱时代 种下了阴 必须要倒下去一方 不过现在时机还不对 他们要等 一旦叶凡虚弱 在大劫中露出皮态 就将是让他血溅星河时 叶凡遭劫 这才刚开始而已 九大天尊就出现了 进行震杀 还不知道后面有什么呢 他浑身都是血 觉察到了危险 若是稍有不慎 就可能会隐恨 死在雷劫中 可以想象 后面将会更为恐怖 这种大劫很难度过 但却不得不迈过去 因为关乎了他此生的荣耀 生命倾固等 所有方面不能失败 叶凡看到 九位天尊虽然都是人身 但并不都是人族 有各自的奇异特征 后世传说显然有误 他们当中有些人族类 很特别 不曾见过 地府中传来大笑 那属于古天庭第一神将川英 他也动手了 感应到叶凡再度史上 仅出现过几次的九重仙节 他大笑不止 由衷的欣慰 开始狂放出击 他的笑声化作了永恒 在星河下回荡 黑色的地狱剧烈抖动 他阻挡明皇出世 天地崩裂 惨烈搏杀 这一日后 他消失了 而明皇也没有赶到 叶凡杜劫的现场 叶凡九死一生 九重天仙节 无愧他的名字 九尊出手 实力与叶凡等同 各个法力滔天 每一个人都拥有一觅 简直要打破不朽 问长生 最后 九种觅法一起扫来 叶凡几次崩碎 强大如他也承受不住 恍惚间 他看到了那九个人的容貌 竟然是他自己 九个与他实力一般无二的人 各自施展九秘中的一种 九种先数合一 无所不能劈开天地 让他遭受了重创 大战持续 他几次差点形神俱灭 他知道 九个人虽然 偶录容貌 与他一般无二 但绝对不是他自己 是拥有潜自密的天尊发难 击中了他的原神 让他产生错觉 噗的一声 叶凡再次崩碎 这场大截前所未有 太过艰难了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危险 超越了以往 因为这九尊是一个整体 叶凡大吼着啥 他各种密法尽出 九密 异象 无史术 非先诀 吞天法 演化一切经文奥义 大战天尊 此时此际 他的先计在升华 法术与道则柔和 战绩与帝法交融 他们在合一 在熔炼于一炉内 他本身一直在创法 能走到这一步 靠己身开创一条不同的路 体内经文不绝 这一刻绽放不朽鲜光 他的道即将化成胎 等待破茧而出